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历代君王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都会修建一些军事建筑,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建筑便是天下第一雄关——嘉玉关。 明朝西北少数民族实力与日俱增,对明朝西北边防威胁巨大,为消除隐患,防患未然,嘉玉关应运而生。 作为明代重要的边防关口,按理来说嘉玉关应该严丝合缝,不容任何不足和多余,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嘉玉关的城墙上反而多出了一块砖来,且这块砖千百年来无一人感动,那么这又是为何? 嘉玉关位于甘肃省嘉玉关市西五千里,处于一个狭窄山谷的中部,是明代西北边防的重要关口。 因为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地势的显耀,嘉玉关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是河西咽喉。 在宋元以前,嘉玉地区一直都是没有任何关口城防的,历代君王只会派出官兵镇守于嘉玉地区,但也仅仅只是起到稽查来往行人的作用而已。 而到了明代,由于明代西部的吐鲁藩日渐强大,他们在强大之后经常会引兵进犯位于河西走廊的各城,对明代百姓的正常生活和明代的边防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为了加强明代的西北边防,宋国公冯盛尚书禁建朱元璋,表明了修建官城巩固边防的意见。 朱元璋对于吐鲁藩这样的游牧民族也是有所了解,深知他们行军打仗的强悍之处,于是便接受了冯盛修建官城抵御外敌的建言。 明洪五五年,在朱元璋的授意之下,嘉玉关正式开始修建。 不久,在九眼泉地区,一座高两丈,宽一丈,周长约220丈的黄土夯城拔地而起,而这便是嘉玉关的雏形。 在此之后,明孝宗时期明孝宗下令在原来土城的基础之上修建了一座官楼,并在正德年间又修建了光化楼和怀远楼,即现如今嘉玉关的东西二楼。 到嘉靖时期,明氏宗又下令加固嘉玉关已有的建筑,并在嘉玉关两侧修筑明长城,增设敦台和封碎等防御建筑。 从明洪五五年,初建黄土夯城,到明嘉靖十八年,加固关城修筑两侧长城,嘉玉关的修筑时间陆陆续续,持续了168年。 在元明以前,西域的使者向我国历朝历代君主进贡时都会经过一门关。 而随着明代嘉玉关的修筑完成,玉门关也开始被逐步废弃。 而嘉玉关也因为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成为西域使者进贡的唯一法定路线。 众所周知,甘肃西部是荒漠地区,齐连山和北山贯穿于此, 而嘉玉关正好就坐落在两座山狭长的山谷中段, 而在峡谷的南部又有一条浑然天成的河谷来作为官房的天然屏障。 嘉玉关爱口峡谷穿山,微波逼道,地势十分显耀, 并且建有密集的长城、城台以及封碎等一整套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 因此嘉玉关也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作为天下第一雄关,嘉玉关自建成之日起, 早已在大漠之中屹立了六百多年而不到。 那么为什么嘉玉关能够经历几百年风雨的洗礼而屹立不到呢?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修筑嘉玉关的每一颗黄土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在进行城墙堆砌的时候, 劳工们还向黄土中加入许多棉麻和灰浆等材料, 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黄土的粘粘程度, 让修筑好的城墙更加的牢固。 不仅如此,在城墙堆砌完成以后, 工程的负责人还会找来弓箭手对城墙进行有关测试, 让弓箭手站在城墙的不远处向城墙射箭。 如果射出来的弓箭能够进入墙体之内, 那么这面墙就是不符合规定的, 就要全部推倒,重新修建堆砌。 也正是因为如此严苛的验收标准, 才会有后来天下第一关屹立几百年不到的雄风。 而时至今日, 嘉玉关的历史意义早已大于它的边防作用。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和修缮下, 越来越多的民众在闲暇之余也会选择前去一览嘉玉关的雄风。 而去过嘉玉关的人, 应该都会留意到嘉玉关城楼之上的一块砖头。 这块砖头与其他的砖头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但其他砖头都是牢牢地与城楼结合在一起的, 唯有这一块是被摆放在城楼之上的, 并且这一摆就是几百年的时间, 且期间无人敢将其拿走。 那么这又是为何呢? 原来这块多余的砖头还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名字, 叫做定城砖。 根据史料的记载, 从嘉玉关建成之日开始, 这块砖头便已经被放置在城楼之上了, 而在它的背后还有一个十分传奇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 修筑嘉玉关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它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 对于这么一块可以捞油水的大饼, 一些贪心的官员可不愿放弃, 因此在朱元璋受益修建之后, 便有不少的官员争相想要得到主管修筑的权利, 但令他们想不到的是, 负责修筑嘉玉关的是一位叫做一开战的工匠, 他精通建筑方面的有关算法, 所有的建筑, 只要经过他的计算, 用功用料都十分的准确和节省, 因此当时明朝的许多建筑, 都是一开战规划设计的, 但也正是因为他精准的计算, 使得一些行为不端的官员失去了谋取暴力的机会, 因此他们对于一开战也是十分的痛恨。 既然无法从中获利, 那么修筑嘉玉关, 也可以成为他们打击报复一开战的有利机会。 在一开战阶下修筑嘉玉关这项工程之后, 监视官便要求一开战提前算出修筑嘉玉关 所需要用到的砖头的数量。 本以为一开战会被这一问题难倒, 但并没有。 在一番周密的计算之后, 一开战胸有成竹地对监视官说出了自己计算的结果, 那便是修筑好嘉玉关, 一共需要99999块砖头。 对于这个如此精确的答案, 监视官心里窃喜, 因为他不相信, 一开战真的能够算得如此准确。 于是便对一开战说道, 自己将会按照一开战所说的数字发砖头, 但凡在工程结束后多出一块或少了一块砖头, 自己都会将一开战的脑袋砍掉, 而且还要罚修筑嘉玉关的工匠牢一三年。 在当时, 许多人都觉得一开战的这一举动, 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是木已成舟, 约定立下之后谁也无法改变。 就这样, 嘉玉关的修筑工作浩浩荡荡地展开了, 历史数载, 最终顺利完成。 而在得知工程竣工之后, 监视官也是迫不及待地前往验收, 在一番仔细地盘查之后, 监视官发现, 修筑嘉玉关只用了99998块砖头, 多出了一块, 而且那多出的一块砖头还被一开战放在了城楼最醒目的位置。 虽然树木和一开战所说的树木相差无几, 但监视官可不管那么多, 他随机带领一众官兵前去对一开战实施抓捕, 准备借此机会名正言顺地将其杀害。 面对来势汹汹的监视官, 一开战没有丝毫的慌张, 反而悠闲地向监视官说道, 自己算的数量是刚刚好的, 99999块砖头, 一块也不多, 一块也不少。 监视官以为一开战想将此事糊弄过去, 便说出了城楼上那块多余的砖头。 一开战自然是有备而来的, 他向监视官解释道, 那块砖头并不是多余出来的, 而是神仙下令要专门放在那里作为嘉玉关的定程砖, 如果将其拿走, 那么城楼就会倒塌。 对于一开战的解释, 监视官虽然不愿相信, 但是事关城楼的安危, 他也不敢肆意反驳, 于是只好不再追究一开战和重劳工的责任, 灰溜溜地回去交差去了。 而在这以后, 这块充满传奇色彩的定程砖就一直被放置在嘉玉关的城楼之上, 几百年来, 没有一个人敢去挪动它, 或许讲到这里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监视官为什么会相信一开战所说的话, 就算监视官相信了, 那几百年来, 就没有人想去验证一下这些说法的真实性了。 要知道, 在我国古代, 无论是皇帝还是普通百姓, 他们的思想都是十分保守迷信的, 对于鬼神之说, 一直以来也都是十分相信的。 监视官虽然对一开战十分痛恨, 但早在修筑嘉玉关之前, 一开战就为明朝主持修筑了许多建筑, 对于那些建筑用料的计算, 一开战无意失利, 而这一次不偏不倚刚好多出了一块砖头, 对于一开战所说的话, 坚信举头三尺有神灵的监视官, 自然不敢轻易将砖头拿走。 因为倘若拿走以后城楼出现什么问题, 那么朝廷一定会怪罪到自己的头上, 那时候不仅自己试图无望, 可能还会牵连自己的族人。 而对于嘉玉地区的老百姓而言, 嘉玉关的修筑是他们安稳生活的保障, 对于鬼神他们是十分敬畏的, 他们不可能拿自己的安危去验证一开战的说法。 相反, 对于这块定城砖, 当地的老百姓们可能还会对其格外的保护。